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呢是台大的96年校庆庆祝大会 这次呢会特别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给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 不过更厉害的就是还有邀请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来到现场管理 现在你来看一段现场最新 美国建场进度怎么样 美国听说很好啊 你们比我知道啊 齐佑姐你会延后吗 齐佑典礼会延后吗 什么祭典礼 没有祭典礼 一月也不会有吗 我想大概没有祭典礼 好的可以看到张忠谋今天 其实精神非常的好 不过这也是他在美国总统 川普当选后的首次现身 不过大家最关注的呢 其实就是台积电在美国的建场进度 不过张忠谋就有松口说 其实进度都非常的好 不过12月6号的典礼呢 并不会举行 那刚刚其实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也有来到现场 甚至连利基店的董事长黄崇仁 也有来到现场 他是对于川普上任后呢 他认为是一片光明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大选胜出 成为多数党 13号上午 共和党参议员举行闭门会议 三名候选人要争夺共和党领袖 川普悬风在这里似乎不适用 他的盟友佛州参议员史考特 第一轮投票就被淘汰 最后由南达科他州参议员图恩当选 史考特是忠诚的川普拥护者 承诺执行川普的命令 但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 似乎不想给川普这个面子 图恩在许多议题上 可能跟川普发生冲突 川普选选重返白宫 加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 席次都过半 将独揽行政权与立法权 成为美国政治史上 所为的总统制完全体的超级总统 传出川普将出手 重组白宫新闻发布会 而大选前对川普官司 紧追不放的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史密斯据传已经准备解散团队 川普2021年卸任后 带走大量国家机密文件 放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 史密斯负责起诉本案 另外去年8月 也对川普2020年竞选失利后 涉嫌涉入2021年的 国会山庄暴动 意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干预选举案提出起诉 因为司法部长期以来的政策是 不起诉现任总统 及最高法院的豁免权裁定 有约时报说 史密斯现在还能做的事 或许就是向民众公开他的调查报告 东斯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存在感相当高的Elon Musk 现在正式入阁了 即便说他在选前动作相当大 当时川普甚至还曾经说过说 这个Elon Musk不会当官 而是会有更有用的用途 结果现在是正式入阁 那么是加入哪一个阁员呢 这一次川普是宣布了 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叫做政府效率部门 除了Elon Musk之外 其实也跟另外一名的企业家 一起领军要共同领导这个部门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部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这个部门的议题 并不是全新的 早在之前还在竞选的时候 川普就对外表示 如果他当选的话 会恢复一项叫做 Schedule F的行政命令 而这个行政命令当中 就是涵盖说 希望能够让政府更有效率 因为现在美国政府 每年支出6.5兆美元 他认为说这些钱当中 是可以有更有效率的应用 那么所谓的有效率 其实就让很多美国政府的 这些职员开始担心了 因为之前首次喊出 政府效率部的时候 外界就认为说 这是不是表示要裁员 或者是说Elon Musk 是不是有更加的大的权力 能够去控管所有跨部门的 不管是人事应用 或者是说在支出上面 甚至是不是能够管到预算 外界也都相当担心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Elon Musk现在正式入阁的 这样消息传出 代表说他未来在整个美国政府 这边会说话更大声 甚至更有影响力 不过他之前 外界也现在开始发现 一个很大的巧合 就是在这一次Elon Musk说要加入的 这个新政府部门 结果他的缩写DOGE 刚好撞明他之前亲手捧红的迷因币 也就是狗狗币 狗狗币在2013年当时上市了 结果后来是Elon Musk一登高一呼之后 这个币就直接冲上天 后来又萧条了 曾经被人家耻笑过一番 不过现在在过去这个胜选之后 过去一个月 这样的一个涨幅竟然高达了三倍 甚至过去一周的涨幅 已经来到了150% 虽然还没有回复到过去的高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Elon Musk现在 不管是说在特斯拉 还有他相关的这样的议题上面 全部都是水涨船高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现在逐渐的开始 把他的内阁人选不停的曝光 有人说他在曝光内阁人士部分 好像是实境秀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的公布 那么今天除了Elon Musk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受到注目的人 就是国防部长他现在亲自清点了 不过这个人有点跌破外界的眼镜 因为这是福斯新闻的主持人赫格赛斯 赫格赛斯他其实过去是有军事背景的 我们说到他其实也是硬底子出身 因为过去他也曾经在伊拉克这边 亲自上战场 但是他过去有这么一个 非常值得玩味的这样一个趣事 就是他曾经在一次访问当中 开玩笑说他十年没有洗手 这样一段话其实引发外界哗然 不过后来他有澄清说 他其实是开玩笑的 过去他其实很多次都是 亲自专访川普 两个人关系很好 再加上他有军事背景 不过是主持人出身 外界也是认为说 他这样的一个背景 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 就是新任驻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 人选史蒂芬尼克 史蒂芬尼克今年40岁 不过他在30岁的时候创下一项记录 就是最年期的众议院 那么现在把他派到联合国这边 他对中立场相当强烈 之前就曾经在国会当中提出 反中国大陆无人积账的法案 并且也曾经提出说要主张武装台湾 那么可以看到 不管是史蒂芬尼克 或者是国务卿卢比欧这样的人选 其实都是所谓的友台派 在川普现在的那个人选当中 不能看出他的对中路线 我们在这之前 其实外界都已经非常担心说 川普如果说上任 或者是说他胜选的话 恐怕就会冲击现在国际间的 两大火药库 其中一个就是恶务这边了 那么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在拜登任内 其实对于乌克兰这样的军援 是不遗余力 不过川普在选前就说了 他上任的那一天 一天之内就会解决俄乌战争 但是这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他有任何消息之前 国际之间 不管是北约以及欧洲各个国家 都已经曾经对他提出警告 但是现在华盛顿邮报则是报导 川普的动作相当快 在7号这一天 就已经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这边 跟普丁进行通话了 那么通话内容 现在外界就非常的关切 到底讲了哪些内容 而目前了解到的是说 川普在这场的通话当中 提及了俄乌战争 并且直接提到一件事 就是关于领土问题 在这个报导当中 虽然说对双方沟通的内容 相当的隐晦 不过外界指的就是说 之前川普这边跟普丁 是不是会达成共识 结束俄乌之间战争的关系 是不是就是靠土地的割让 甚至有所谓的割地求和 这样的说法 那么目前其实在这个川普阵营 并没有正面出来回答 这个问题的状况之下 其实外界都相当紧张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在这通电话当中 其实川普也跟普丁提到了说 希望战事现在是 不要升级的这个状况 并且强调会有大量的 美军驻派欧洲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说北约这边 在接到这样的消息 都立刻对川普这边提出了警告 表示说如果俄罗斯胜选的话 恐怕会酿成全球的危机 甚至其实在之前 川普还在竞选的时候 就很多人对川普说 不要以为说 这个俄物之战是两国的关系 如果说俄国这边获胜的话 因为过去俄国跟北韩的关系良好 可能也会顺便扶植 北韩这边的权力 甚至对美国的主权 也会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些话川普听不听得进去 未来跟普丁的关系会怎么走 也会是他下一个任期 非常重要的关注焦点